中共国家社科院官网22日更新显示 中共河南省委员书记谢福瞻已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同天社科院发布法治蓝皮书 内容涉及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三板府中的 拆墙打洞 拆除广告牌等问题 谢福瞻引出的故事颇有异味 谢福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后工作了20年 被外界呼为温家宝的首席智囊 2016年3月 谢福瞻出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随后还兼任河南人大主任 中共两会召开前 谢福瞻竟然同时出现在中共全国人大代表 中共全国政协代表名单中 但外界倾向于谢福瞻可能出任中共政协副主席 但官方公布的政协副主席名单中 并无谢福瞻 3月22日 自由亚洲称 方前对此有各种猜测 有无法证实的消息称 现在3月11日 宪法修正草案表决中投了弃权票 因此给其中科院院长贤职 不过 这一说法虽难以佐证 但派系可征不明显 也无非闻的谢福瞻气权并非不可能 而当局秋后算账也是必然 随之而来 党媒21日报道称 谢福瞻卸职 其职位被青海省委书记王国生接任 另有任用的谢福瞻次日出现在社科院 原受科院院长王伟光一直饱受诟病 王伟光2013年出任院长 一年后开始鼓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 王伟光在中共喉舌 红旗文稿中刊文宣称 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而在阶级斗争存在的客观现实下 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是西化 分化 私有化 资本主义化中国的反动势力 相比之下 谢福瞻此前发表的著述 论文都是有关经济方面的 不过 大概是纯属偶然 谢福瞻就任社科院院长的当天 该院发布法治蓝皮书 相关的中国法治发展研讨会 也在北京举行 明报今日报道 引述蓝皮书主编 社科院国家法治指数研究 中心主任田和认为 政府在治理社会问题时 法治亦是有待加强 田和特别提到 被自由媒体痛批的北京市委书记 蔡奇的三板斧称 去年北京治理拆墙打动及拆除广告牌 虽改善了环境 但应当注意方法 田和认为当局未有广泛咨询 或做到资讯公开 田和表示 政府监管存在盲点死角 是最大的问题 例如共享单车蜂拥而至 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造成拥堵和混乱 考验每个公民的功德 幼稚园的监管 缺乏市中监管 事后应对不利 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明报报道中的解读说 去年起北京政府治理拆墙打动 严重影响胡同里的居民 不少酒吧市多被迫结业 同年底大兴区一场大火 令当局启动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排查 引发驱逐迈来低端人口的争议 11月底起清理天气线 拆除广告标语牌 引起民间强烈反弹 北京书记蔡奇成重视之地 而同样于去年底发生的北京朝阳区 管庄红黄兰幼儿园虐童事件 也一度成为全国焦点 谢福瞻在今年1月出现在中共全国政协代表名单后 3月13日 包括联合早报 南华早报都预测 谢福瞻可能是本次中共两会上的黑马 他不但可能出任中共政协副主席 而且还可能见任中共养航行长 但名单公布后 谢福瞻榜上无名 习近平就不下保龙暴冷 外界就传出习近平是在两会期间颠覆了既定的人士安排 用下保龙替换了谢福瞻 无论这一说法是否确切 但谢福瞻痛斥升任赴国籍的机会 似乎是不争的事实